城門一關裡頭一隻可愛小公仔 他可是大有來頭 可能20年前賣車 他當初可能才幼稚園 他現在已經長大要結婚了 他說叔叔以前你來送小車子給我 我現在可以自己買車了 我來跟你買車 原來公仔以鄭先生外表量身打造 出錢的出點子的可是汽車公司 因為鄭先生超級賣車員 今年40歲出頭入行賣車22年 最近10年來替公司賣出了2300輛車 賺上10億元 喬布告欄上頭第一名的銷售員 總是有他的名字 還有數不清的獎狀和獎牌 他業醫師做生意的 那他可能要看實車 我說看實車那OK沒問題 你什麼時候方便我都可以等你 他說我1點半收攤 我2點才有空 我說OK 那我2點我來公司等你 結果我就真的大概 我在1點50來開門 那個人他真的只有2點 大概10分他就進來 他進來就跟我講 年輕人你真的得了 他覺得說誠心 他說我約你一通電話 你就真的2點來開門 我又覺得你就說要來了 我當然是要等你 談吐間充滿了經驗 一台50萬到百萬汽車 要讓消費者買單 首先一定要不放棄 再者全年360天手機都不關機 不漏掉任何生意上門的機會 還有一個小配波 要和修車廠打好關係 顧客的車子疑難雜症 都可以馬上解決 積極度就是你要隨時有 不放棄的那種心 鄭先生不會言 只要用心替顧客服務 超級銷售員 人人都有機會 記者綜合報導 Sounds 不錯 bir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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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